第三个问题 你老人家讲解的经 平时大多数后礼物一些 但是物达不到 如何达到食物 大概的意思我能够理解 听经的时候能够领悟一些 但是不能够完全的领悟 这个事情只要多听 尤其现在利用这些录音带录像带 一遍一遍多听 每一遍都有误处 常常听就常常都有误处 古人讲的极小物就会有大物 极大物就会有彻物 多听很重要 多听多念佛 如果能够将经里面的教训 我们都能够做到 那你的侮辱就更快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